祝爱的弟兄姐妹 祝内平安 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 上路加福音十章一至九节 愿耶稣的故事平静您的心 使您体验到天父的爱 那时候耶稣选定了七十二人 派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 到他自己将要去的各城各地去 耶稣对他们说 庄稼多而工人少 所以你们应当求庄稼的主人 派遣工人来收割他的庄稼 你们去吧 看 我派遣你们 幽如羔羊 幽如羔羊或狼群中 你们不要带钱囊 不要带口袋 也不要带鞋 路上也不要向人请安 不论进了哪一家 先说 愿这一家平安 那里如有和平之子 你们的和平就要停留在他身上 否则 人归于你们 你们要住在那一家 吃喝他们所供给的 因为工人自当有他的工资 你们不可从这一家 转移到另一家 不论进了哪座城 人若接纳你们 给你们摆上什么 你们就吃什么 要医治城中的病人 并给他们说 天主的国已经临近你们了 基督的福音 弟兄姐妹们 今天我们引用 赵必成神父的福音解释 帮助我们明白 这段圣言的含义 培育门徒的心态 还看耶稣的七部曲 一 祈求天主多派工人 世界那么大 工人却不足 而工人 解作被雇来工作的人 老板当然是天主 工地就是天国 因此 这里强调调谦虚 没有一个是主人 二 福传不是享乐 而是拼命 我派避你们 我派遣你们 犹如羔羊 往狼群中 狼群 象征残忍 贪婪 或破坏的敌对者 他们都是魔鬼门徒 要毁灭教会 就先要打败 就先要打败牧人 因此 福传 遇到困难 理所当然 三 信靠天主 你们不要带钱囊 不要带口袋 也不要带鞋 这表示 对天主 保佑生命的见证 特别 不要利用福传 来串门 路上也不要向人请安 请安是犹太人很重要的社交礼节 耶稣不是要门徒做木头人 而是不要花太多时间 在路上跟人聊天 而耽搁福传 四 福传给人带来平安 先说 愿这一家平安 平安 是犹太人 惯常给人的祝福 这里解作 但愿平安与祝福 临在这一家庭 才是福音 五 不要以款贷 作为福传标准 要以天主使命 你们不可从这一家 挪到那一家 挪 意即从原来位置 移动到别的地方 如果因为 如果因为浮船 而到处走动 很好 可是 如果为更好享受 那就是利用浮船 而自肥 六 随遇而安 给你们 给你们摆上 你们就吃 这是天主餐桌 主食 是精神食量 身体 所需 固然重要 吃饭 如果也是光荣天主 就跟群众 在吃饭时候 共荣 不要挑剔 因为心 放在天国 七 治疗 要医治 城中的病人 医治 包含照顾 关心 参与 服务 或治疗 等意思 浮船的人 如果没有 爱德行动 讲的 只是虚话 因为人家 将看不到 天国 原来的美善 浮船 如神修 非空洞 理论 或理想 本身 就是生活 这生活 将活到永恒 愿天主 祝福我们 阿们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